詹星心理學,今天來到,我們會講到第四弓 應該是第四和第五弓 我出宣傳的時候,應該說第六弓 但我之後發現,其實應該是我太高估了自己 可以很迅速講完一件事的能力 所以我應該都是比較長氣 所以我都是今天,第四和第五就算了 這次就來到第四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圖 之前幾次大家說圖表演得不太清楚 我猜是因為我的iOS還沒更新的緣故 這次應該是正常的 圖應該大家現在是看得完的 如果有些字遮了你告訴我,我再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搞一搞它 記得我們今次講第四弓 我們會將它叫做天底 天底 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我們要有一點天文學上面的一個重溫 我們看星盤一定是這樣看的 就是第一弓就是在左下角那一極 第一、二、三弓就是左下角那一極 四、五、六弓就是右下角那一極 而計那個方位來講就是左手面是東面 右手面是西面 所以你如果計那個時間來講的話 之前已經強調過了 你用古人的那個想像 就是整個日出日落 月升月降就是怎樣? 就是由左手面,即是東面那邊 然後慢慢上到天頂那邊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鐘來做比喻的話 左手面那個上升點 其實就是 早上六點來的 你當是天亮的那一刻 早上六點 然後上到中天 就是正五十二點 所以我們叫做如日中天的意思 就是太陽 或者所有行星就在正你頭頂那邊 兜頂這樣射下來 是去到一個最高點 我們叫做 也是人人都看到 萬眾矚目的那個位置 OK? 然後去到右手面 西面的那個下降點那裡 你當就是晃到傍晚六點 然後那個太陽就會在那裡下降 好了 然後 有一個其實我們還沒有很意識到的時間 古人的想像就是 那太陽下了山,他去了哪裡呢? 那太陽下了山 然後他又會早上六點在那邊出來 看到嗎? 他在這邊下山 然後他在那邊出來 那他應該不會是穿越了地心 他在上面的時候 都是這樣半圓軌跡 這樣運作的嘛 那你很自然的想像就是怎樣呢? 很自然的想像就是 好,其實原來太陽是這樣走 我們就見得到 但是他在下面呢 其實他是繞了底的 OK? 他是繞了底的 雖然我們見不到 但是其實他是繞了底的 那所以呢 太陽沉到最底最底的那個時候 就是 就是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OK? 如果你要這樣計算 五夜的時候 那個就是最黑暗 最... 就是最看不到光明 最一切的東西 都是隱蔽的 的一個階段 那所以呢 在那裡之後呢 太陽就會慢慢升上來了 然後慢慢升慢慢升 升到某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會看到他了 那個就是又回到日出點的那裡 上升點的那裡 OK? 所以你就會明白 其實天底在象徵中的是什麼呢? 天底在象徵中的就是最黑暗的地方 最陰暗 最幽微 最隱蔽的一個部分 是我們整個星盤的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的出生盤的上面 我們可以叫做是... 他是最主觀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叫做...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的了 就是整個下半球 OK? 一二三四五六呢 他都是屬於主觀的部分 是的 都是屬於主觀的部分 就是在講那些事情的發生 最主要是在我們的內在世界 第一公是講生命的開始嘛 第二公開始講到我們是有肉身的了 有些自我形象的了 第三公就是講到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概念世界 那些事情 肉身當然有眼見 但是你的自我形象認同下去什麼那裡 這個不是肉眼見得到 不是摸得到的東西 它是一個心理機制 生命的啟齒更加是無形無上 你不知從哪裡講起 然後語言概念 也不是現實世界見得到 摸得到 觸碰到的東西 好了 但是一二三四五六的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再去分的話 第四公 你可以說天底 就是隱蔽之中的隱蔽 主觀之中的主觀 它是完完全全純粹地 只是發生在你的內在世界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以前傳統占星會叫它做天底 OK 那我當它就是第四公的公投了 OK 當然這個問題會複雜的 如果說下去的話 因為不同的分公制 其實有機會天底有時候會移動到第三公 都不奇怪的 但是我不處理這麼複雜的問題了 我就當第四公的公投 就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天底 也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升盤裡面 最黑暗 最隱蔽 最優美 最不意識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呢 有些 如果你結合一些 心理學的說法 特別是 佛洛伊德和榮革一個系統的說法 就會將天底那個部分 稱之為一個 無意識的部分 是的 不單止是潛意識 如果他們那個區分的話就是 大家都聽過冰山理論 說多一點點心理學的知識 大家都應該聽過了 冰山理論說的就是 就是一座冰山露出那個水面的 其實只不過是那個冰山的極小極小的一個 那個尖頂的部分 是不是 那 可能是整座那個冰山的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五左右而已 那他們的說法就是那個部分 就是叫做意識的部分 OK 是我們意識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 我們很能夠說得到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喜歡什麼 我的個性 我的興趣 我的一切 OK 你能夠說得到的 其實都只是你真實地整個全有的 百分之三至五左右而已 是的 但是在那個冰山你見不到的部分 那些東西其實才是影響你最多 才是你可以說是最大的部分 而且你是看不到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日常交流溝通認識 其實就是你那個尖頂看著我那個尖頂 然後大家就好像 就是你和我很不同的 這樣 但是其實下面究竟大家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你要掘進去 你要潛入水裡面才知道的 那用他們的說法呢 你開始潛入水的那裡的部分呢 就為之叫做潛意識的部分了 OK 叫做潛意識的部分 那潛意識的部分 我們都能夠體現到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已經經驗過的 就是你的夢境 所以弗洛意識很喜歡說夢 我們究竟會發什麼的夢? 其實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你發過夢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你會發這樣的夢 你其實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例子 當然有很多時候 你發的夢你都會扣連到和你的現實生活的關係 就是譬如你那一陣子你臨訓前提了一套不知什麼的東西 你發夢就會回夢那些東西 你和你臨訓前做什麼有關 或者你喝多杯水你急了 你又會發夢有那個感覺 這些呢 是我們比較直接另外扣連到的 但是大家都一定有這個經驗 就是 你會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夢 你會見到一些 你其實在你意識世界根本消失了的人 你從來都 就是那個人在我心目中有份量的嗎? 你好像已經忘了他這樣 但是然後你發夢又會夢出來 然後有一些很奇怪的情節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這個經驗 那你怎麼解釋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所以 自古至今 人類都對人的夢境 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以前有些人會將它解釋 夢境是神譽來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透過夢 其實就是某一些的神明 向我們說話 有人就會將它連結到祖宗的那裡 就是我們祖宗的一些記憶來的 是的 有些人就會說它是跟預言有關的 所以在夢境裡面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在某個時空會出現的東西來的 有不同的國家各派的說法 但是近小的 就是他們的理論發展就會多一些 就會進入到潛意識的部分 但是潛意識呢 都是距離我們意識的距離比較近 就是如果你用冰山來講的話 它也是屬於比較近水面的那一塊 OK 並且是可以分成個體的 就是我的潛意識和你的潛意識 是的 但是 你如果再掘底一點 或者你掘到最底了 那些是什麼呢? 去到榮教會講多一些這些就是 它會用一個字叫做無意識 或者叫做集體的無意識 去到底的地方 其實是分不到你我 人類是一個集體來的 然後去到那個次元 其實是沒有時間的 它所說的共識性 所說的很多很玄妙的東西 其實都是由那裡來講起 這樣 所以你可以說 如果要去講到我們每一個人 之所以可以接通到那些部位 用占星學的語言來表述的話 那個就會是我們天底的位置 OK 天底是一個無底深潭來的 所以你是掘下去 你是不知道它會落到有多深 而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有這個部份在 是的 所以我們 當你明白了這個理解 這個說明之後 所以 第四公 傳統地說 會叫它做什麼公呢? 會叫它做家庭公的 是的 所以一切跟我們家庭生活有關的東西 就看你第四公吧 但是跟前三公一樣 等於我們說第二公就是金錢 第三公就是兄弟 講學習 等等 跟上次我們說的說法也是一樣 就是你這樣去理解的話 其實你就會看得非常表面 是的 我們現在經過這樣的分析 經過這樣的思考之後 你就會明白 其實家庭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其實它在象徵或者在代表的是什麼呢? 你可以說 它不僅僅在說你的原生家庭那麼簡單 它是在說你整個人的根是哪一道問題 行不行 好像一棵樹一樣 大家都知道 一棵樹 你看見一棵樹 你看見它的樹幹 你看見它的枝葉茂城 你看見它的樹頂 OK 形象化到一棵樹是這樣的 但是大家都會有一個很基本的科學知識 就是 一棵樹其實你看不到的部分 是跟它 你看得到它的部分 最低限度 OK 是這麼高這麼大的 即是說 在土地的表面 譬如你有一棵兩米的樹 OK 你看見有兩米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在土地下面的根 所生出來的 最少都有兩米 是你看不到的 而它可以長過兩米 又或者你看見這棵樹就是這裡 但是其實你不知道它的根 是在哪裡 行不行? 它在地底發生什麼事 下面那裡的盆根挫折 和旁邊幾棵樹是否在一起 甚至乎你現在認識到 這裡是三棵不同的樹 但是它們下面的根根 可能是同一個根法出來的 所以你用冰山也好 你用樹這個比喻也好 其實都能夠掌握到和理解到那件事情 當然我們現代人很少有機會 你真的看到樹根 就是你不會挖開地 或者現在香港的那些石屎地 就是灌了石屎 就搞到樹的根根其實長得很差 所以就會導致到一個 一件事就是 那些樹其實長得很不健康 或者也很限制了它的高度 那這個是現代城市人的罪孽 在這裡不講太多這些 但是如果你對樹有感情 或者有熟悉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個比喻 其實樹你見得到它在上面 枝葉茂盛的那個部分 OK 如果你用這個比喻 我們遲幾次會說到第十公 所謂的天頂 或者我們叫中天的部分 其實就即是我們見到一棵樹山到最高 最茂盛 最頂端的那個位置 OK 就可以叫做天頂了 因為是人人都看到它的 所以天頂也就是一個 人人都看到沒辦法 看不到的那個部分 是什麼 你可以用一個天命 你今生你究竟來到這個世界 你要讓人看到你是一個 你要成就什麼東西出來的 不一定是什麼很偉大的事業 你是一個母親也可以的 OK 母親也很偉大 當然 但是你不一定是大家想像過一類型的 而是說你這一輩子你要成就的 你在社會上被眾人所認同的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個就是屬於天頂的部分 比如一棵樹最高的位置 人人一看就看到 你會看不到的 是不是? 因為長得夠高 但是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它就在 埋在泥土的下面 我們沒有一個人會看到 但是它確實存在 甚至乎 它是整棵樹的生命根源的所在 上面那裡出事 只要它的根仍然在 慢慢是會生出來的 但是你斷它的根的話 上面就算今天還沒死 它遲早也玩完的 行不行? 這個就是根的重要性 我們看到與看不到的分別 如果有同學有看火影的話 就會知道 木葉是喜歡用一棵樹來做比喻的 是不是? 火影就是大家看到棵樹 枝葉有多貌性 但是有一幫秘密組織 團葬他們就搞了一個組織叫根 暗中地守護木葉 就是火影不喜歡做那些骯髒 骯髒的東西 暗殺活動 就是全部由他們來吃起來 這個其實是 現在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說太多一些太敏感的話題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世界上所有 所有政治活動 都會有的這個部分 大家對孫中山國父的傳重就是 或者很偉大 如何努力不泰 做革命 不計個人私利 那個就是樹的 上面那個部分 但是下面放了多少炸彈 做了多少暗殺 犧牲了多少兄弟 甚至擺明知道是送他去死 都照做 這些孫中山一樣有做 任何成功的政治活動 一定有底下的那一層 OK? 包括馬丁路德 包括甘地 包括大家所想像到最和平革命 那些人 其實下面全部一律都有這些部分 OK? 你可以說叫做不見一光 你也可以說叫做 但是那些東西是更加基本的 OK? 是因為有那個根在這裡 你才能夠絕壯地 刪到那個 被人見得到 以及認同到 很和諧啊 整棵樹真的很優美啊 大樹很遮蔭啊 這樣子 但是那個根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人問過呢? OK? 這個套容王家衛在一代宗師裡面 一個比喻 就是有人就會做了 免子 就是有人就要做表 但是有人就要做女子 有些人做的事情 是沒有人看得到 但是它是發揮 你可以說是更大的作用 OK? 你沒有了根的那個部分 來支撐著整棵樹的話 你上面那些什麼都不是 一吹就倒了 OK? 所以 講一棵樹而已 大家不要太多聯想 這樣 所以那些事情是要有人做的 但是那些事情要做得很秘密的 很隱蔽的 但是我們先說回個人的生命 我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那個部分的那些事情是什麼呢? 所謂的天底 其實是什麼呢? 你可以很直接地去聯想的就是 一些 在你的內在 OK? 沒有任何人看得到 甚至乎你在日常生活 都不會表露出來 你自己偶爾會透過那道窗 或者你也會開到一些門檻 會瞄到一些裡面 有些什麼漏出來 對了 你會透過那道窗 可能能安裝到一些裡面的風景 但是你也不敢完全走進去 OK? 因為完全進入了裡面的話 你是會瘋狂的 精神病其中一個的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 如果完全走進去 出不回來的 對了 是會導致精神病的 對了 因為那裡是一個無體心態 是一個黑洞 它會吸你進去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 看你的意識程度有多高 我們都大概能夠意識到 那個部分的存在 我舉最簡單的比喻 也跟第四弓的主題有關 就是 大家喜歡幻想什麼呢? 其實 那些東西不是你自主選擇的東西 你會發現 行不行? 那些東西某程度上 你好像是 刪出來就是會這樣 你特別想一下你小時候 OK 你小時候喜歡做什麼八日夢的呢? 你未去 譬如你現在想可能是社會告訴你 一些事情 但是就算是這樣子 你的幻想或者你的 慾望的想像 仍然是帶著那些部分的特色 可以說 所以如果你很誠實地去問你自己 當你發八日夢的時候 其實你八日夢的內容是什麼呢? OK 你去有幻想的時候 很多種不同類型的幻想 你的幻想那些東西是怎麼樣的呢? OK 又或者 有些人會直接聯想到跟性有關 但是其實真的不只是性 當然性是很能夠讓我們去聯繫到那些部分的東西 對了 你真的是說一些隱癖 OK 譬如你 沒有任何價值判斷 但是譬如你說 為什麼有人就是特別喜歡腳的呢? OK 其實這些東西是解釋不了的 行不行? 你沒有辦法用 就是很分析性的角度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情義結呢? 這樣 某程度上 我們到最終可能是要承認 是無法解釋的 那個無法解釋的意思是 真是有天生的部分 你生出來就是帶著那些東西的了 OK 是在你的內在的世界的那裡 或者當然你要去分析和追蹤你的童年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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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 那些未必不可以的 但是你分析完一輪之後 問題就是 那些東西不是能夠透過分析完之後 就沒有了 OK 就解釋掉了 而那些東西是仍然是存在的 這個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的欲望的構成 以至於我們整個人的行事為人的動機 我們貌似是很理性的 去到說第十公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是很文明的 很理性的 我們在社會上要對人類有什麼貢獻 這樣 是趕到那些位置 但是 你還沒去到對面之前 我們先意識我們有這些部分 先 究竟我們的欲望的構成是怎樣的一件事情 在文明理性的外衣的包裝 的覆蓋底下 我們下面究竟有什麼的受性原始的部分 OK 然後我們是 沒有辦法解釋的 不如有人有密集恐懼症 OK 你看到那些一粒粒的那些 你自動地會打爛陣的 你那個打爛陣的感覺 你能不能夠用理性去分析它 其實你發現 是沒得分析的 並且分析員是不會有用的 OK 例如我來一些科學研究說 其實為什麼一粒粒會害怕呢 我看過不少這些研究報告 例如有些人的假設是跟一些發了毛 或者是 腐爛了的肉 好像某種病一樣 其實是生物本能來的 你看到那種一粒粒的狀態 你就會聯想到其實它是一個被寄生蠶食了 有傳染性的一種狀態 所以我們就會啟動了生物本能的一種保護機制 你就會害怕它了 OK 好,我就當這個解釋成立 先算 你這樣講完之後 你是不是就能夠再打開一幅圖片 OK 那些密集 我沒有預備 也不想讓太多人反感 放上YouTube可能會被人禁止 我問你一些 就是 你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心安理得 沒事了 我的生物本能作祟而已 它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完全處理掉的東西 你試想一下我們害怕什麼 OK 人的恐懼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很多 我前年開了一個PLI 是專門跟大家探討自己的恐懼的 用很多宗教文化 這裡好像也有一兩個同學 當時有加入的 雖然不是很多 這樣 是很有趣的一個課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講 但是 我們究竟為什麼會害怕一些事情 OK 你發現恐懼 當然 某些恐懼是跟理性有關的 譬如我現在告訴你 其實 整個新冠病毒 其實有疫苗 然後又有 就是 不是很大件事而已 你真的是科學家 就是 講得出來 對了 這樣 你自然沒有什麼好害怕 但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些部分的恐懼 其實是完全無以名撞 也無法解釋 你就算分析完一大輪也好 你要害怕的仍然會害怕 那種無管動 從我心底裏裂出來的感覺 我們叫做 OK 這個我 就是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 我雖然 就是我和人聊天 或者 去了解一個人的話 其實聊這些是很有趣的 究竟一個人怕什麼 OK 那麼 我聽過很多奇形怪狀的不同 譬如有人是怕沉船的 我聽過這些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的腦海裡面 一浮起一個 船沉沒的畫面 他就覺得很恐怖 很害怕 很不想想下去 OK 但是他平時是一個 就是相當陽光 很熱血 很有威嚴的一個大男人 這樣 那麼你怎麼解釋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看過一些不知道什麼 其實不一定的 那麼你怎麼解釋 你用尖聲語言來講的話 那些就是你天底的部分 或許能夠說明到的東西 OK 那麼這些其實是 有趣的 OK 所以呢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 都有 那個部分在這裡 那麼 那個部分 也是我們的根 不是你說不要就可以不要的 當然你可以拒息他 譬如有同學說很恐怖 你可以我不要 我拒息他 但是sorry是不行的 我假設你現在就是一棵樹幹 你可以不要你的根 OK 那個根的泥很骯髒 很骯髒 裡面又有幽隱 又有些不知什麼生物 我不要的 這樣 你不要根 你就是你自己也死了 明白嗎? 第四弓是跟什麼有關呢? OK 第四弓發展得越良好的人 或者我們叫你成功地通過到第四弓的朋友 其實就是你對於自己一些深層的動機 欲望 需要 恐懼 你有一個比較健康和透徹的了解 OK 你比較能夠接受自己 給我是有那些部分的 喏 你是不是完全成為他的奴隸 是另一件事 但是你能夠意識 覺察那些部分的存在 你不是否定他 你否定他 你可以否定他的 但你否定的結果就會是怎樣呢? 你會越來越做出一些奇形怪狀的行為 而你自己不意覺 你自己又不知為什麼 但是所有人都覺得你很怪 OK 明白嗎? 就是這樣 然後 你也比較能夠摘根於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甚至乎是說你的家族 你的祖先 你的文化 你達到一種很深入的內在的自我認同的 那個協調會做得比較好 OK 當然你說這樣會不會是他吃了你呢? 就是你就變成你 你只是你家族的一份子 你只是你的文化傳統的一份子 對了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就是第四功過強的時候 就有機會是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現在是說如果你發展得健康 健康就不會過由不及 OK 所以是兩邊的 你不理它 你否定它 是一種狀況 你過於認同它 也是另一種的狀況 OK 那麼反過來說 你發展得不好的話 那就會怎麼樣呢? 那你就是缺乏了那個認識 你會有很多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個人會變得比較神經質 有機會會出現一些所謂的強迫行為 那個強迫的意思是 因為你沒有好好地去面對和了解你那些部分的東西 特別是和什麼有關呢? 小朋友也會有的 一些小動作 OK 一些無意識的行為 其實 為什麼有些小朋友不停斬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或者有些是它要 太多奇形怪狀的東西 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而它要這樣做 通常都是那些部分出現的一些頭射 當然有些是 有些是真是MI 就是我們叫做是 真是神經的控制不了的東西 有些情況真的是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採納一種 很biological 就是老神經那種的解釋 而我們是嘗試 這種其實是心理學 但是心理學已經 這一派的心理學 其實真的大學裡面的心理學系 都開始有些人會有些爭議 就是你講到這些是原學 不是心理學 就是榮革那一路的系統 其實對很多心理學系 都未必這麼承認 因為覺得它混了一些宗教 一些神秘的東西進去 又不是完全是實證 因為當代的心理學的發展 越來越走向一個我們叫做quantitative 一種很量化科學測量的模式 就是會做很多數據 做很多統計 去觀測 譬如人說謊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斬多少下 會射到哪個區域 大腦哪裡神經次元有反應 會多些做這些 那對人究竟是什麼的理解和想像 其實是幾不同的 但是不說太遠處了 所以 我們能夠對自己那些部分 不能夠有足夠的認識 就有機會出現剛才說的狀況 一些神經質 過敏 強迫行為 你自己不知道為什麼的一些小動作 那些東西會 會自己流出來 OK 反過來說 你太認同它的話 就跟巨蟹座一樣 OK 你太認同下去的話 那你就會怎樣呢 你會容易覺得 裡面的部分才是真的 外面的世界是假的 OK 或者不重要的 所以就會變得很深歸 我們叫做 整個人會很害羞 是的 基本上你就會認同下去 只是裡面的部分 那裡 而出不回來 OK 我們叫做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說 它是最主觀的一個功 也是代表著我們內心 內心深處的一個秘密的場所 是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 一個秘密的場所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 也只有你自己能夠意識所在裡面的那些東西 是的 老實說 你在日常生活 你有多好會把你的幻想拿出來說 OK 你不會跟別人說 其實我都幻想 我會成為一個 好像我會在紅館開演唱會 然後當我一站上台的時候 哇 就有 就有 在場有十萬個粉絲 為我而歡呼 這樣 這個就是我經常都會有的幻想 你會知醜 你會被人笑的 小朋友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OK 但是大家被人笑得多幾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學會了一樣東西 就是 這些東西 收集起來 是的 你 就是 你自己也會否定它 是的 但是我現在就跟大家說的就是 你不需要去否定它 是的 你嘗試接觸那個部分多一點 還有那個是一個管道 去讓你接通 你的第四弓 通向的那個天底的 無意識的 幽暗的一條管道 當然你很意識你幻想著什麼 你已經說出來了 你但凡說出來的東西 其實它都已經浮了上面 如果 是的 但是你越去說 就是說你越去嘗試接通那些部分 你越讓那些東西浮上水面 你welcome它 那你就再罵多些 你可以再罵多些 行不行 所以呢 你容許自己敏銳於多些 你自己那些的部分 就是你那些的發白任夢 那些的幻想 真的人人都不同 我不知道你是美少女戰士變身 你是拯救世界 還是你是 真的不知道 真的所有事情都可能 是的 你幻想你是哪個故事的主角 那個主角的遭遇的經歷是怎樣 這樣子 這些全部都是構成我們 那個內在世界的一個部分 它也暗示著 OK 也暗示著一些 你 真正想要的東西 能夠達至一種內在的滿足 那些東西其實是什麼來的 OK 當然 我們沒有什麼 譬如我剛才的比喻 用我剛才的例子 我們沒有多少人 真的可以在紅館開演唱會 然後有十萬個粉絲為我歡呼 OK 未必的 但是 他正在暗示著 其實譬如 用剛才的例子的話 這個朋友 如果他平時很多時候 幻想的場景是這樣的的話 可能他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 他真正需要的是透過表演 然後得到這個世界的一些的肯定和認同 這個是他真實的內在的渴望 當然 他承認這個渴望 然後怎樣去滿足他 是啊 滿足一個慾望的方式 有些比較有智慧 有些比較無意識 是啊 就是你走到IG買like 這樣 那我的account有幾萬人like我 這樣 我就很虛榮地滿足了 哈哈 這個當然是很愚蠢 也沒有什麼意思的方法 但是你有智慧地怎樣去滿足這個內在真正的需要呢? 就是下一步的問題 而他同時也是一個資源來的 因為他可以是一種推動力來的 OK 是發自你內在有扎根基礎的穩定的真正的驅動力 他不是外在世界強迫你的 那個世界可能告訴你 你要努力讀書賺錢 那個世界可能告訴你你要結婚生孩子 但是你內在深處的慾望 那種學求的呼聲 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真正需要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OK 一個指按社會期望 指按父母期望 指按主流標準 去做事的人 你是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的 你內在的那個聲音 可能是會不停地召喚你的 OK 當然你聽到他之後 你怎麼回應 是後一步的問題 但是現在說的是 你怎麼接通 怎麼去接通 對 那個內心深處的慾望 它是非理性的 OK 就是你可能 就是 現代社會怎麼會有可能是 接受是這樣的 這樣子 又或者 就是 這個世界不行的 大哥 現在幻想而已 幻想也要政治正確 那就很可悲 行不行 對 都是那句 你接通了那個部分的真實渴望之後 你如何在這個世界去滿足它 去追求它 這個是後一步的問題 但是你第一步你已經政治正確地否定了它 就是不行的 現在這樣 怎麼可能是這樣 這樣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況 我會說 OK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 很內在深處的 渴望 也可以是內在深處的 一些陰影 OK 所以我會這麼說 那個部分 其實它會是述說 一些你真實的本性 很潛意識深處的一些需要 是啊 那麼好了 當你確認它之後 你下一步的功課就是 你如何將它和你在現實世界這個舞台上的那個角色 這個次元的這個肉身 這一身的這個人 達至一種的停衡和整合 OK 這就是你的課題了 譬如我幻想我要去做軍人的 在沙場上面 勇敢殺敵的 譬如我自小已經很喜歡看戰爭的電影 真的 並且是有血有肉的那一種 是的 犧牲聖明 來到去 是為什麼呢 這裡人人有點不同 有些可能是為理想 有些是為國家 有些是要保護它的重要的人 這樣 但是我當作都有這樣才算 OK 那麼你一現實世界 那你怎麼辦呢 OK 你無風起落 硬要找仗打 不一定是這樣的 那你就是要成熟一點去轉化它了 那裡就去到一個實踐的智慧的問題 是的 就是你確認了你內在 是有這個潛意識的學球 譬如你很想打仗 OK 你很想打仗 那麼你也覺得自己是一個戰士來的 是的 那麼你在現實世界如何落實 和滿足這個天賦呢 那麼也是 比較沒有智慧的方式 你可能會進入黑社會 然後那些在街邊說 什麼啊 什麼啊 可能會是這樣的 那麼這些我們當然會覺得是比較 當然也沒有壞的 成長可能有這些 就是有這些階段 有這些經歷 未必是太差的事情 但是你比較有覺知的方式 那是怎樣呢 在你的人生上做一個戰士 其實聽起來也不是太差 是不是 你的戰場在哪裡呢 那麼這個 或者你真正要去作戰的 你的敵人其實在哪裡呢 你的敵人你要去殺滅 你要去奮鬥 你要去冒險 你要去冒險 你那種是誓死如歸的氣概 你究竟是用在哪裡呢 你是用來欺負弟 你是用來欺負弟 你是用來 在你的親密關係那裡 將你的另一半當作是你的敵人 還是你會更有覺察地去善用這個力量呢 行不行 那麼這些都是 就是下一步的課題了 我們叫做 是的 那麼 是的 所以很簡單地這樣去 講一下 當然 他都跟 他都說 會講到 那個跟你的原生家庭 給你一種怎樣的感覺 是有關的 因為原生家庭畢竟 就是我們的根 是不是 所以呢 他跟你的童年經歷 你感覺 所謂的家 是一個 你會馬上聯想到的 是什麼 是的 也是有關的 OK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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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土星在第四公 或者是 第四公的公投是 山羊座 那你會比較容易感覺就是 家可能對你來說 是一個比較嚴厲或者是保守的地方 是的 對你是會有些要求的 是的 然後是比較難莫的 你不會感覺是很溫暖的 但是如果你第四公是月亮 或者是 就是巨蟹座 那你當然會感覺家庭是一個保護你的地方 是的 是一個很能夠 給你釋放你的情感的地方 譬如你今生在第四公 那你會比較容易感覺 家庭是 就是和諧的 是的 你也比較容易認同下去 你的原生家庭 甚至乎你的 家族的那裡 是的 那這些就是一些 不同的情況 譬如你天王星在第四公 或者 水瓶座 那樣 那麼 你的家庭就可能有一些 特別的 我們叫做 即是非主流的家庭 我們叫做 又或者你會 你會很容易感覺 你在家裡裡 好像是一個陌生人 那樣 你也不覺得那裡是家庭 你會覺得你好像是 生了是一個 即是我是不是撿回來的 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天王星路水瓶座 也是 那麼 那麼 順帶一講 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在占星上面 第四公和第十公 都是象徵我們的父母 是的 但是誰是象徵父 誰是象徵母呢 這個呢 在占星學界都有不同的爭議 是的 傳統地講 是的 即是古典占星的講法 就是第四公是媽媽 第十公是爸爸的 那麼 因為第四公是和巨蟹月亮有關 那麼這些都是很陰性的東西 第十公就是和山羊吐星有關 那麼這些是比較陽性的東西 那麼這個呢 就是比較 就是我們叫做 直接的 是理解 這樣子 那麼 但是呢 去到近代的發展 就越來越多 占星師呢 就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 又或者是看得到一些不同的情況 就會反過來 就是第四公反而是爸爸 然後第十公就是媽媽 是的 那麼 也有一些折衷的說法 是的 我個人就比較覺得 首先我個人就覺得 你要直接看你爸爸還是媽媽 就依然不是很大的 OK 你覺得你爸爸是怎樣 我直接問你就可以了 就是我用不透過星盤來看 OK 所以我不是很傾向透過星盤看這些東西 那麼 但是這個是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說法 我比較容易接受的就是 就是 第四公呢 其實是說 你父母裡面 對你的影響比較隱蔽的那一邊 這樣就是人人不同的了 對有些人來說 可能是爸爸 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媽媽 然後第十公那個父母呢 就是說 他對你的影響比較外顯的 就是人人都看到 就是第十公 只是你自己才知道 那些就叫做第四公 OK 譬如我想像一個 醫生 他生存是一個醫生的家族 是的 很男性的 他爸爸他爺爺都是做醫生的 所以他一出生 其實大家都期望他成長 是要向著一個醫生的方向發展 結果到他長大了 真的只成父業 這樣 他就成為了一個醫生 在這個情況的話 這位朋友的第十公 當然就是說 他父親的那一邊 對他的影響 但是 可能他媽媽是令到他 譬如他媽媽是一個很敏銳 很有照顧者的能力 很關懷他人需要的一種 這樣的能量的一個母親 而令到這位朋友 他結果是做醫生 但是他成為一個移科的醫生 並且透過跟小朋友的接觸 相處 獲得一種很油沖的滿足 這個 就比較會是他媽媽對他的影響 行不行 他成為醫生 這個基本上 大家都看到跟他爸爸有關 但是他會是一個如何的醫生 醫生也有一百種不同的形態 那就是關他媽媽的事多一點 在這個情況 你就會看到 第四公 就比較代表到他媽媽對他的影響 而第十公 就比較說到他爸爸對他的影響 OK 再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不關爸爸媽媽的事 而是說父母作為一個整體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而你的原生家庭 對你某一些影響 是比較外顯的 對你某一些影響 是比較隱蔽的 所以一切原生家庭對你的隱蔽影響 就看第四公 一切你的原生家庭對你的外顯的影響 就看第十公 OK 也有人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最後那兩種說法 其實都不太排斥了 我個人都傾向看盤的時候 是這樣來看 即是不一定要說死 是說爸爸還是媽媽 而是說隱蔽與外顯的分別 第四一定是隱蔽的了 因為他是天地 而第十一定是外顯的了 因為他是天頂 OK 就是這樣 而且不只是原生家庭的 不只是你的父母的 包括你的家族 是的 以至於甚至乎是你的祖先 所以呢 當然我們現代人 通常都比較無知了 對於自己的祖先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的就是 我們玩這些朋友 有好幾門的工具 都很強調我們的家族 對我們的影響 譬如有所謂的 如果大家有聽過 有一套的工具叫做家族系統排列 OK 那是很強調 是的 我們的家族 不只是父母 是說過我們上兩代上三代 以至於你再追上去這樣 來看我們整個人 是一個怎樣的人 OK 當然你追到最終的話 人類都可能是同一個祖先 但是你也有分支的 是的 你的祖先你的家族 就是講你那條的分支 是一件怎樣的事 我經常都跟我說這件事 你不要少看那些東西 對你的影響 是的 那些東西是實實在在影響著你的 是的 因為你的基因的裡面 其實是保留著 就是中國人傳統講的 血脈相連 血濃於水 是真的講那一滴血 其實是盛在著你的祖宗 當然以前是父權 父是社會 但是現在 我覺得你 我們現在覺得父權是不對的 但是不等於這些東西 不用說 你加上媽媽那邊就可以了 OK 你事實上就是你父母兩個家族 結合的產物來的 所以你父親那邊的家族 和你母親那邊的家族 對你的影響是一半一半 是的 你身體上流著的血 你在發揮的基因 也都保留著他們的 就是那個世代的 一些所有的記憶 還有一些的 一些的資料來的 OK 當然講到這裡 會牽涉一些比較神秘的東西 也是很不科學的 就是我不是真的說 你會直接記得那些東西 但是你祖先的基因是透過那些東西傳到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們和古人 你想像你祖宗十八代的連繫 不是你想像得這麼單薄的一件事 你為什麼是生成你今天的這個樣子 OK 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有一個連繫在這裡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去問一些 就是你能夠追溯到 你早一兩代的家族的故事 其實對於你去構成 你自己整個人的一個比較立體一些 的一個理解 其實是挺有幫助的 以及甚至乎 有些我們做這些的朋友 會有一些說法的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家族 是有一些主題在這裡 是的 你當然啦 由父母開始 是比較容易去看的 但是父母因為跟我們距離太近了 你有機會太 就是你跟他們太密切 你反而沒有了距離感 你會看不到 是的 你可以看一下的就是 在你的家族的成員的裡面 是的 他們有沒有一些人生的主題 OK 是跟你是相似的 OK 相近的 或者甚至乎可以這樣說 你在什麼程度上 其實你是在重複你的家族的業力 我們叫做 是的 所以這個呢 你可以自己去 去探索一下 有些同學聽過我講我自己的家族故事 我在這裡不重複講 那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發現很多的 在那些部分 但是 我有的資料已經不是很多 都是聽我爸爸說的 那麼 其實你 但是你都能夠連繫到 這麼 就是 很多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 所以呢 這個 是趁著 你如果仍然是 譬如你阿公阿婆阿爺阿婆那些 或者你 你一些比較遠一點的親戚那些 仍然都在那裡的話 你嘗試去做一些口術歷史 真的去問一下 你們這個年紀是比較好做的 你對我現在這麼大 走去做 他們會覺得我不知道做什麼 瘋了 但是你們這個年紀 有一些很好的名義就是你要做功課 OK 我現在做了一份功課 那份功課就是要 訪問一下 就是 你隨便說 什麼都好 你用做功課這個名義 你問一下老人家 這樣子 他們的生命故事是怎麼樣 又或者他們所知道他在上一代的人 OK 的生命故事是怎麼樣 這樣 然後 你慢慢整理那些碎片 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你就會砌到一個屬於你 喏 記住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真還是不真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OK 因為過去有誰可以鐵證如山 告訴你是真還是假 但是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你如何去解讀那些部分 很多時候做心理自律其實都是這樣 你做那些回索 做那些罪事等等 那些東西是假的 真的未必是這樣 或者不是假的 你沒有人證明到是怎樣的 但是重要的 從來都不是那件事真實還是怎樣 重要的是那件事 你如何去記憶它 你如何去述說它 那件事對你才構成意義 你的記憶和述說的方法 其實是構成了你如何去理解那些東西的 一個的意義 的所在的 所以大家可以搞清楚這個概念 特別是譬如我們說一些童年的記憶 很多人都會馬上說 就是 都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我記錯而已 這樣 對了 記住一樣東西 你是不會記錯的 因為記憶 根本就無關乎真假 OK 這個和大家一般所相信的 可能是很顛覆性的一個概念 但是 越早期的記憶越是這樣 其實真與假是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個記憶對你來說 是一個怎樣的感覺 以及一個怎樣的意義 OK 這個當然 如果大家真的做下去的話 有很多對話可以發生的 但是 大家真的 你真的做的話 你再找我談吧 就是你找回一些 家族的人士來做一些訪問 看看他們生命的故事 特別是早期一些 就是你上兩三代的那些人 他的祖宗生命的經歷 這個真的跟占星來講 和第四弓是有關的一個主題 OK 好 那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 同樣也是 如果你的第四弓是空弓的話 當然不等於你沒有這些東西 你沒有可能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 你如果是空弓的話 就看他的公投是什麼 OK 看看公投是什麼 然後就看看公投的那一顆 主宰行星 他究竟落在哪裡 那就會比較多資訊去說明 你的第四弓那些主題 會和你生命的其他什麼的經歷有關 會容易在那裡 會看得到 就是多些第四弓的東西 就是 你經常幻想自己有三個願望 OK 這個挺好的例子 好了 那你這樣幻想完之後 你那個 你那個幻想的下一步是怎樣的呢 當你有三個願望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 多謝自己的貢獻 就是 好了 那你有了三個願望之後 你是會怎樣呢 你是會因為許了某一個願望 然後得到一種的滿足 還是你就是想拿著那三個願望 我有三個願望的本身令你很滿足 是很不同的方向來的 所以就算大家同樣都是 大家都是聽完那個故事這樣 對了 有三個願望這樣 令你著迷 令你滿足 去吸引到你的那個位 究竟是什麼來的 OK 這個才是 即 那個才是你 行不行 你可以 我等你們打字 我看看其他朋友先說 水星第四弓天蠍 是不是很喜歡毀滅 你第四弓的弓頭也是天蠍座 如果第四弓的弓頭是天蠍座的話 那就要看看你的明王星在哪 這個就會看得比較全面 但是純粹就這樣看 水星在第四弓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透過 語言 這些概念性的東西 是的 去通道到你那道門的那裡 是的 所以多說一些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你不一定要跟別人說 你跟自己說也可以 甚至乎你寫下它 是的 如果對你來說 你想探索那個部分的話 是的 我猜譬如寫 寫日記這樣 對你會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是的 而那個日記千蠍座也是 你不會想被人看的了 但是那個就是屬於你很私隱的東西 當然寫日記 我們可能自小被人出到一個不知怎樣的地步 你一聽見就很不知怎樣的 就是一件功課 但是沒有所謂的那些東西是給你自己的 是不是 或者你不用文字 你找一些對你自己來說 獨特而隱秘的方法 天蠍座第四公 一點都不陌生的 你要找一些隱秘的方法去探究你的部分 但是做一些紀錄是重要的 水星和紀錄有關 是的 不要只是有緣就算 對水星來說 那些東西能夠做到一個紀錄 然後可以有某種意義下的表達出來 是重要的 好 看一下先 這位朋友問 之前問過 天頂獅子 天底水平 是怎樣 等了這集很久 是的 那首先如果你天底是水平的話 那剛才的說法就是 你的根 或者你的家庭會容易給你一種怎樣的感覺 就是 你會有機會覺得 是比較陌生的 是的 講得差一點 就是你可能會有一種 等於這個說爸媽 真的是我爸媽 這樣 是容易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當然會看你的天王星在哪 是的 但是 我不知道你什麼年紀 如果你也是那一陣人的話 你天王星也可能是水平座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 這個就會很強烈 很明顯的感覺 應該 是的 你不介意就講一下 就是你的天王星在哪 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第四公公投是水平座的話 那你的天王星在哪 就會給到多些訊息 是的 那個情況是怎樣 又是等下你 好 卡拉文 你天底是水平 但是太陽也是水平 在第四公 那是不是有衝突 沒有衝突的 是的 這些東西不會叫做衝突的 是的 而我會想像的就是怎樣 你太陽就是講你整個人生的使命 整個你活出來 你那個英雄之旅的走向是怎樣 那就是說 你的英雄之旅的走向呢 其實 是向內的 而不是向外的 OK 即是說你的英雄之旅 對你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在外面的世界建立了什麼東西 其實太陽在天底的話 都會是 都會是 有這樣的狀況 對你來說 你建立的 你要去發掘的那些東西 其實更加多是說 你跟你裡面的那些東西 是的 的關係是怎樣 是的 會是比較重要 那當然 很傳統地說太陽在第四公 那就是有些人就會說 你人生即至就是跟家庭有關 去建立家庭 但是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 那個家更加是說一個內心之家 是的 當然你的內心之家 你發展得很和諧很順暢的時候 你可以在外在世界建立一個這樣的家庭出來 當然可以有這個方向 但是特別在現在這個文化和現代社會 其實真的不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是跟社會文化有關的 就是在以前來講 港帝四公 就真的在說一個 就是一男一女這樣 建立一個家庭生意玉女這樣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世界變了 社會環境氣氛變了 我們對那個家的想像 其實就沒有需要 Stake to以前的那種看法 是的 所以對你來講 那個發展就更加多是這樣 太陽在水瓶座的人一定很有原創性的 很有一些奇形怪狀 特立獨行的一些看法 但是你那個看法發生的場域在哪裡 在第四公 而在第四公的時候 它既是和家庭有關 但是也更加講的是 跟你那個很深入的 和內在世界的關聯是有關 所以就對你來講 你去發展多些 你掘那裡掘深一點 其實那裡開到什麼出來 對你來講就會變得很重要 Cara那個 好了 看回子見了 有三個願望好像做什麼都可以 好像可以知了 有了世界的全部東西 那所以 對你來講 那個重點呢 就是子見這個例子就很好 你會發現 你那個願望呢 你可以脫開了一點點 你表面那一陣子是三個願望 但是你脫開了 其實你說得很好 你是很想可以知了 有了世界的全部東西 這個學望來的 你這個比起三個願望 是核心了一點的 OK 那你又可以再問下去了 對了 這個慾望包著的 仍然是比較表面的 它包著裡面的那一層 是什麼來的呢 OK 那你又可以 來到去 再看得深入一點 天王水平 是的 剛才那位朋友 那就更加是這樣 是的 天王星在賣水平座 因為他回了家 水平座就是他的主場 那你那種感覺 應該就會很強烈地就是這樣 原來冥王星都是第四弓 第四弓 公投 天蠍 尾弓 是射手 那你的冥王星又是回家 如果是這樣 是的 你的冥王星在天蠍座的話 他會相當舒服 這樣 但是那個狀況就會是 第四弓 冥王星 還也是天蠍座 你的內在世界 第四弓是隱秘 但是你的第四弓 會比其他所有人更加隱秘 隱秘之中的隱秘 的隱秘 是的 和那個深入的程度 和那種激烈的程度 是的 不開玩笑 是的 主命 命主星 土星在第四弓 能量是否很強 命主星 即是你的上升升了 繼續回答剛才葉子林的問題 你的上升是山羊 我記得 你上升是山羊的話 你的命主星 我們叫做土星 你的土星 就落在第四弓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你的第四弓 是的而且確是 是會和你的整個人生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你的土星放了下去 是的 而對你來說 家庭是一件 家是一件怎樣的事呢 剛才說過的 要純粹說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你會容易感覺 家是一個 對你有要求的 是的 他不是不疼你 不是不愛你 但是對你是有要求的 有一點點會給你一種 你要達到某一個標準 OK 你才是OK的 你要努力的 是的 然後也有機會 是有一些嚴厲的 甚至乎有些時候 是無情的 你會在家庭裡 經驗到的 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以至於 以至於 如果他也是在說 你的內在世界 那個比較 優微隱蔽的那些部分的話 那你的土星 也會告訴你 那些部分 其實是透現出 一種這樣的 氣質的味道出來的 是的 如果是土星第四公 而你上星是山羊的話 那 那 是什麼 金牟座 看看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即是 那個狀況 就結合了金牟座的方式 來去 來去理解 是的 好 那 大家還想到有問題的 就問一下 那 你們先打字 如果不是 我就可以下第五公了 好 OK 八楊 土星是八楊 而第四公的公頭 又是八楊 嗎 第四公的公頭 應該不會是八楊 對吧 如果第一公的公頭 是 如果第一公的公頭 是 山羊的話 可以 可以 OK 是八楊 如果是這樣的 它會用一種八楊座的方式 來到去出現 但是 你之前好像 你金星也在那裡 那整個盤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三言兩語 可以說到的東西 OK 所以我唯有放棄 我們馬上再說這些 好 那我下去第五公了 大家有問題再預備一下 我今天先說第五公 對了 那去到第五公 記得之前的圖 OK 記得之前的圖 下面也是主觀的 主觀的意思是說 它發生的事情 只是跟你有關 是你內在世界發生的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一至四 其實全部都是 當然 它去到第四 會開始多一些 就是和你的現實世界有關的事情 但是 你最主要發生的那個場域 在說的 全部都是你裡面的事情 你可以是裡面 你一二三四 發生了無數的事情 外面的人 是一丁點都看不到的 OK 你平時幻想些什麼 人家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 你可以說出來 但是你講完出來之後 就是 人家都未必 都是完全了解到的 是不是 又或者你能夠說出來的那些 其實只是佔你實際的部分 我都不知道百分之幾 可能百分之三都沒有 你用冰山理論來講的話 OK 所以就一定是這樣 在到第五弓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也已經講過 左手邊 OK 就是我們整個東邊的東半球 就是和自由有關的 整個右手邊 就是四五六七八九弓 就是和命運有關的 而這個自由與命運 我們也已經講過了 占星學的假設就是 整體地講 人一定是自由的 OK 根據我的說法 人怎麼都是自由的 但是 西半球會更加看多一點點 就是那個自由的裡面 你也一定有一些我們叫做命限的東西 是的 就是你是身而自由 但是你斷了一隻腳 你是身而自由 但是我生出來是一個男人 你是身而自由 但是你生出來是一個同性戀者 那樣 那些就是你生了出來 你的自由是體驗在你想斷一隻腳 然後怎樣去過一個斷了一隻腳的人生 這個部分是自由的 但是你生出來斷了一隻腳 這個部分是命運 行不行 所以四五六七八九 會比較多是會有這些部分的東西在 那麼剛才第四弓來說 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你的內在那些其實是天生的 OK 甚至是和你的家族有關 和你的祖先有關 和你的集體的無意識有關 你的慾望 你的恐懼 那些東西並不是真的 你自由地說不要就不要 就算你用精神分析 你可能講到 譬如佛洛伊德講到的那些 就是跟你什麼 江門期 後康期 那些成長經歷有關 那樣 好,就算是這樣也好 那些東西我自由的嗎? OK 我還在學習怎樣去廁所的時候 我怎樣自由 那些東西其實你是不自由的 他只是告訴你那些東西 怎麼形成 但是他不是能夠說 我現在自由地不要就不要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Compass 就是情意結 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你越意識 你越有條件去 deal with 它 但是不是等於你可以 不要 扔垃圾糖 他從來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這個也是 由佛洛伊德開始 對於人究竟是什麼 這個我在另外一些課會講多一點 因為和哲學士那些東西有關 但是順帶有 我也是那句 這些 你們比較喜歡用星座去包裝 但是其實我也是在講那些東西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很多時候都在掛羊頭 所以我說的星座 沒什麼人說到就是這個原因 是跟整個啟蒙運動以來 整個在西方社會 十六七世紀那時候 整個發展 就是覺得人是什麼 人就是理性的動物 對不對 那時候開始覺得 就是連上帝都可以退隱 人定勝天 那整個自我都出來了 行不行 是整個那種 人可以決定很多事情 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 那你撞到的就是 宗教改革 科學革命 工業革命 整個社會 如日中天 整個西方社會 覺得人類正在進步 那種進步的科學觀 那個現代性 OK 是很樂觀的 對於人 然後就覺得 我們這樣進步下去 我們人就是那些部分 我們認識人也越來越多 然後達爾文的演化論等等 對於人究竟是什麼 就越來越有一種 很樂觀的理解和想像 OK 但是 但是 發展到去 二十世紀 大家就發現 這件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大家對人是太樂觀了 或者整個對人類這種生物是太樂觀了 OK 你以為科技發展之後 人類就是 就是 就是一帆風順的 世界越變越好嗎? 原來你這群這樣的人 你這群這樣的人 都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都會搞核武 OK 自己炸自己 莫名其妙地屠殺 以億計的人 他會用來做這樣的事情 你猜到時候的戰爭 你死極了 最多十萬八萬已經是極限 誰知道你發明這樣的大殺雙力武器出來 OK 一個集束炸彈可以炸幾個燭頭牆 這麼大範圍面積的東西 一個原子彈扔下去 可以整個城市 遍刻間移為平地 你 人類的歷史發展經驗是告訴我們 這群人是這樣的 你這麼樂觀 你這麼理性 你這麼相信科學 你以為人類就是會變好嗎? 他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他拿來玩自相殘殺的 但是那時候思想家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個物種會這樣呢? 究竟這一群人是做什麼事啊? 這樣 然後你慢慢研究就會發現 整個世代的呼喚就是 究竟人是怎樣去想事情 這是一點都不理性的 你會發現 戰爭是完全不理性的決定 OK 是沒有人有得益的 一定是攬炒的 但人類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戰爭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人都知道 是不是? 你說財軍啊 說削減核武啊 這樣 是啊就是怎樣? 就是你不要武器 我又不要武器 大家省錢 來做好教育 搞好糧食 OK 現在人類全部都陷球產 全部大家都走向滅亡 我們搞好地球 行不行? 是人都知道這個方向最正確 但是 實際的結果是怎樣? 實際的結果就是 我不抱著核彈 你就不怕我 OK? 所以我一定要抱著核彈 我才有談判權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變成 好啊 放棄核武啊 你先放吧 你先放 你放我就放了 你放完我一定放 是不是放 大家一起放 一起放 你放的話 我就立刻拿了你那個 這樣 然後有人被人找過一次份之後 我以後都不理你 我立刻再做兩個出來 OK? 人類就是這樣的東西 你覺得人很理性 很科學 可以帶來人類有進步有什麼嗎? 人類的這些部分 其實是從來都沒有進化過 仍然停留在部落時期 OK? 那麼那些是什麼來的? 就會有些人去提出的就是 那些就是屬於潛意識的部分 OK? 那些不是可以這麼樂觀地 你理性地說大家都知道的 當然不要發展武器 當然不要打仗 當然拿錢來做一些正經一點 又貢獻一點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人就是會這樣呢? 並且那些不是十歲八歲的那些街童 不是在街上那些 扭人家抽的那些古惑仔 你是在說 全世界的領袖都是這樣 OK? 並且是有選民選出來的 那是集體選擇的結果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人類就是有那些部分在我們裡面 OK? 在我們的內在世界 從來都有那些部分 而我們只能夠去面對 去了解那些部分 所以佛樂基德式的心理學就是對於 就是由一片很樂觀對人性的認識 對 覺得我們人就是這樣 我們那些老神經的研究就是這樣 我現在跳出來告訴你 其實不是 OK? 為什麼人會有這麼奇形怪狀的慾望? 我們的夢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就開出一條這樣的路 去探究人事什麼的問題 那我們叫精神分析 後來有不同的繼承者 從不同的方向去繼承了這一種類型的學問 但是我在這個課真的沒有講太多 那裡有機會有需要在其他場合再講 OK? 好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是啊 講到西半球 西半球 所以我們就第四公那裡 其實你不完全是自由的 那些是業力來的 或者是一些 有人會用前世這個字 但是我們不講到這麼迷信那些的話 就是 你莫名其妙地帶來這一世的東西 OK? 和你的血統有關 和你的家族有關 和你的祖先有關 那些的部分 是啊 那 有人說話了 我先看看吧 我回應這個問題先正式到第五公了 Caravan 我太陽水星天王海王都是第四公 是不是注定向來發展 就是你有一二三四 是啊 我相信裡面一定有合相 如果這種狀況的話 因為你四筆升同一個公 而都沒有合相 基本上是數學上不可能的 最多那個相位沒有那麼緊密的原因而已 那你這樣搞的話 那就是說 你整個盤都一定是 都很focus 在第四公是你的很重要很重要的領域 是啊 那不是叫做注定向來發展 首先你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說回荷米斯比較的一條鐵律 就是如期在內 這個世界這個宇宙是沒有絕對的向外或者向內的 向內向到極致 它也都一定會出來 它是一個圈來的 OK 所以這個所謂的向來就是 你開始的時候 你是叫做向來 等於你現在這個圖一樣 是不是 你是向著天底那裡來發展 但是 但是 你只要力度夠的話 它一定會上來的 OK 那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 你不會說只是向來的 你那個向內 你只要向得夠久的話 它就會出來的 健康地的發展的話 當然不健康就會先黏了 這個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是的 但是你太陽 你說如果月亮的話 情況就可能會再 會有這個傾向更多 但是因為你是太陽 那太陽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外向的行星 也是講你整個人生的使命 這樣 所以呢 你又不是 就是 又不需要太擔心 或者覺得你一定是向來的 這樣 但是只可以這樣說 那裡會有很多 就算你要向外也好 是的 究竟你實際上做些什麼 是你的自由決定來的 但是 你那個不論向來還是向外 你都一定在內在世界 能夠提取到很多的資源 這個就一定是 是的 這個就 基本上也是這樣 那麼 那麼 有人說很喜歡哲學 哦 那麼 是的 喜歡哲學就好 多些聊天吧 我們 那麼 那麼我正式下去講第五功了 去到講第五功 先講它的傳統叫什麼名字 傳統呢 它會叫做男女功 是的 也有人會叫它子女功 那麼 我先講一些傳統的 或者你隨便上網找書看那些 那些第五功告訴你 是說什麼呢 它跟小孩子有關 是的 所以看你的子女運 就是好像我們算達字那些 就看你第五功的狀況是怎樣 這樣 那又是那些問題了 那麼我第五功的空功一定沒有子女 是不是 第五功很多星 那麼我一定有很多子女 是不是 那麼這個就很愚蠢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 就是 不是太有意思的 那麼 也有人說它跟戀愛有關 所以戀愛就是看第五功了 這樣 也有人說它跟娛樂有關 那麼 就是 就是 跟什麼 開派對 去派對 賭錢 那些有關 也有人說它就是跟這個 藝術創作有關 這樣 那麼所以你會發現呢 你在網上看的那些 或者你隨便找一本書看 這個功呢 其實你理解不了它是什麼 它跟子女有關 它跟男女拍拖有關 它又跟藝術創作有關 它又跟賭錢有關 它又跟開派對那些有關 那些什麼來的 那是什麼來的 風馬牛不相及 五樣東西 所以 所以我不是叫你不要看 你也可以看 但是你看完之後 你是要有一些 你是要有一些框架來去串起一些東西的 如果不是事情會很奇怪的 OK 而且你是沒有換一下掌握到它是什麼來的 好了 大家記得先說回 我們二有知識先 大家記不記得 第五功是跟什麼星座有關 第五功是跟獅子座有關 是不是 而獅子座的主宰行星是太陽 那所以 你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的話 其實我會這樣去講 第五功的主題其實是什麼呢 它是跟一種全然投入 在你的生命裡面 而帶來的狂喜 OK 是有關的 這個是第五功的最高質素 行不行 重複一次 第五功的最高質素就是 就是你全然投入 在一些事情上面 OK 你的生命的熱情 全然投入下去 灌注進去 某一些具體的事情在裡面 然後達至到一種狂喜的狀態 這個就是第五功的主題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其他一切的那些 什麼藝術創作 什麼享樂 什麼戀愛 什麼小朋友 派對 賭博 全部都可以用這一句說話 來概括起來 好了 那所以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 因為它的主宰行星是太陽 OK 太陽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講一個這樣的狀態 就是 你就是你 你是你的生命的主人 在太陽系的裡面 所有行星都是圍著太陽而轉的 太陽就是那個能量的中心來的 當你在那個能量的中心的時候 你就是發熱發量 你就是燃燒的 你就是 你就是在做你自己 然後你不需要計成果 你不需要想什麼責任 你不需要去 你就是完完全全地 就是在你自己的那裡 然後你就是萬眾觸目 你就是在舞台上面 OK 整個世界就是圍著你轉的 這個就是太陽的使命來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踏上 自己人生的英雄之旅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成就著這個部分的自己 OK 所以第五弓你可以說 它是發展到 在生命的階段裡面 有一點點像是一個青春期的狀態 OK 我們之前講的頭三弓 大家都講過 第一弓就是整個生命的形成 第二弓就是 去到我們意識到自己是有身體的 去到第三弓 我們開始用語言概念去把握這個世界 然後你可以說去到第四弓就是 我們意識到我們跟其他人是有分別的 OK 然後我們可以停下來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我是哪一個 真正的我是哪一個 第一弓的時期 你不要跟上升的搞亂 在第一弓的階段 我和世界是分不開的 你根本不意識有世界 不意識有我 你覺得我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我 是的 然後到第二弓你會發現 我是有身體的 原來這個身體是我 到第三弓你會發現 有語言概念 你和世界可以有互動 而到第四弓 就是你可以有 你認識了其他東西之後 你有一個反照 就是究竟真正的我是什麼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些 內在一點的東西 當你發展成熟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問一個問題 既然是這樣 我和其他人有什麼分別呢 OK 然後再能夠彰顯出來 這個就是第五弓了 所以到了第五弓的時候 人必然是自我中心的 所以第五弓 是一個非常自我中心的弓位 你可以說是 但是為什麼 他也是和命運那邊有關 他不只是純粹的自我 純粹的自由 原因是因為 你要被人看到你 OK 但是別人看你還是不看你 這個就不是你控制到的東西 行不行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人發展到 青春期那個階段 十二三歲的狀態 如果大家都還記得的話 你們就沒有這麼小的年紀 同學在這裡 但是對你們來說 就接近一點 就是幾年前而已 對我來說很遙遠 是的 那個時期基本上 我們都會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你會覺得你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OK 你的額頭伸到暗瘡 好像一個宇宙爆開 這樣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你那個時期的失戀 那個同行有沒有看你一眼 誰喜歡你 誰不喜歡你 我們覺得 現在你看到那些雞毛蒜皮 到不得了的小事 是的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一些東西 在你那個年齡 那個階段 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圍著你來轉的 OK 那就是青春期的發展 一個必然的階段 是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 曾經試過去感覺自己 那個自我 就是那個宇宙的中心 是的 這個就是第五宮的一個主題 以及那個階段 是的 所以呢 粗略地說他跟什麼有關呢 很多時候傳統地會說 他是跟享樂有關的 這樣 OK 也跟一些娛樂 消遣有關的 所以呢 他會跟一些開派對 下disco和人喝酒 那種開心一下 以至於一些 譬如是消遣 譬如是賭博 這些活動 是有關的 這樣 但是我剛才都已經說過了 其實他的層次不是那麼低的 OK 他的層次不是那麼低 他不受限於特定類型的活動 OK 你要用娛樂來講 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更加準確的是一種喜悅的感覺 而那種喜悅呢 其實是發乎內在的 就是說 你是能夠很全然投入地去做一些事情 你自然就會有一種喜悅的感覺出現 No matter 那樣東西是什麼東西 OK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對了 這個活動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你可以全然投入 你是喝酒的話 你就全然投入這樣去喝 你是會有喜悅的感覺 你是賭錢的話 你就全然投入這樣去賭 你是會有喜悅的感覺 當然賭完之後的後果是怎麼樣 就不知道了 但是 什麼叫全然投入 全然投入就是不想後果 OK 你一想後果 你就不是在當下的了 全然就是什麼意思 全然是超越時間的 沒有過去沒有將來 只有現在 你就完完全全地投入 專注在你當前做的那樣東西的那裡 你是不會有空想後果的 明白嗎 是一種這樣的生命的質素來的 第五公講到最高的話 是一件這樣的事 OK 那所以 它也跟什麼有關呢 它也跟一種 我們叫做創造性的自我表達是有關的 OK 所以為什麼傳統地會說它跟藝術有關 但是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其實每個工位都可以講藝術 12星座都可以跟藝術創造有關的 但是是會有12種不同的方法 OK 你做出來的work是很不同的方式 但是這個第五公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很全然投入 當你全然投入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去自我表達的時候 而那種做是為什麼要做呢 是因為你裡面已經有一些東西 你想跟世界分享 當你做出來的時候 就自然地那樣東西是會具備創造性的 OK 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 一個成功地通過到第五公的人 或者第五公發展良好的人 就是怎樣呢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 你每天睡醒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都是充滿著期待 充滿著喜悅的 你張開眼睛就會覺得很好奇 這個世界有什麼在等著我呢 這樣 你就去發展了 這個就是太陽小孩 我們叫做 好像太陽一樣 塔羅牌裡面其中一張 就是主題就是太陽 如果大家有熟悉的朋友 特別是Riderway系統 這個學期有老師會開塔羅牌 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報得到 這個是Riderway 就是韋特牌裡面 我沒有預備 太陽牌就是用一個小朋友 很陽光的小朋友 站在馬上 是白馬來的 來做一個異象 所以就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你每天睡醒 你就覺得這個世界在等待你去探索 這個世界你可以充滿好奇心 它不會傷害你 又或者就算是傷害也好 都是你的歷程的一部分 太陽的小孩就是有這種的質素 你仍然是一個好奇心 滿有能量 去充滿喜悅和期待 這樣去探索這個世界 然後 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說也是一樣 你內在的一切 你都需要在外在的世界 找到一個創造性的出口 所以小朋友的創意 是無窮無盡的 你看他們畫的那些畫 你看他們的表達方式 其實是充滿創意的 這個不是說 就是對一些人來說 就說這些是戀童 就是那種戀童 不是大家想的那種 而是說 就是說小孩子就很純粹 這樣覺得 而是因為 它的確是 有這種未經污染的質素 沒有在這裡 OK? 你看回你小時候 每個人都會畫畫的 在幼稚園的階段 有誰不是 有誰不是拿著筆 周圍畫的 而那些東西 就是表現你內在無窮無盡的創意 但是慢慢慢慢是怎麼樣 為什麼你們全部都是會畫畫畫的人 是不是? 慢慢慢慢你想回你的成長經歷 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大堆人告訴你 你這樣畫不行 OK? 牆上面不是要讓你畫 給我拆它 這樣 你要畫畫 不是不行 但是了 就是美奴堂的時候 這張叫做紙 這張叫做筆 然後這個框裡面 OK? 你畫吧 並且我們這次有主題 這次的主題就是沙灘 這樣 你畫一些沙紅色的 慢慢久而久之就告訴你 你這樣就不行了 這個世界沒有沙是紅色的 紅色的 我感覺到很恐怖 好像流血一樣 沙就要用啡色這一支 你用這一支 那沙是怎麼畫的? 然後你就會搞到 其實我們本來每一個人 都是充滿創造性的去表達自己 但是你越來越慢慢就會 就是會被人告訴你 其實你是不懂的 你這樣是不行的 OK? 你這樣是做錯的 然後就要用某一套單一的標準 去規限著你 畫畫就是要這樣畫 這樣才叫做畫畫 然後你畫沙灘就是要這樣畫 首先他限制了你一定要畫沙灘 然後畫沙灘就是一定要這樣畫 才是畫得好 OK? 大家想像回 你記憶回 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 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 有誰不是這樣 OK? 我們最原初 在你小時候 都有的那一種 很自然地 純粹為畫而畫 為造而造 你 一舉手 一投足 都是充滿創意 你不是為得到什麼人認同 你純粹就是很自發地 內在表達你自己 你不是要拿獎 你不是要人讚 你不是要為什麼 你就是很自然 很自發地去做你自己 然後 記得我說過獅子座 那種最高境界了 是不是? 那種最高境界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不為掌聲而造 你就能夠得到最多的掌聲 小朋友就是這樣 他不是要人讚他 他不是要人留意他而造的嘛 但是他自動地就會得到整個世界的主意 OK? 因為他小孩子的純真 以及那種好奇 那種的創造力 是吸引所有人的 這也是第五功的主題 是的 成功地通過到第五功 就是能夠連結回這一種的能力 連結回我們的內在世界 內在小孩 然後找到一個創造性的出口 是的 能夠在外在世界找到一些表達 我們自己裡面的東西的活動 當然他不是跟藝術有關 他不是必然地跟藝術創作有關的 是的 當然 我倒過來這麼說 當你具備這樣的質素的時候 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藝術 OK? 當然這個跟藝術觀的爭論有關 就是藝術是什麼 我不想觸及這些這麼大到不知去了哪裡的問題 但是用一個比較淺白一點 就是不是這麼嚴格的說法 就是藝術是什麼 創作是什麼 其實就是 創作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是的 你能夠連繫到你內在的自己 整合得到 然後你發乎真心好奇天真地 是找一個創造性的表達方式 然後將你的生命熱情全然投入 灌注在那件事裡面 然後在這個世界留下一些痕跡 那個就是創作 所以 人是 創意是一個創作者 創作是不需要學 是不需要教的 什麼是創意 我經常都問同學這個問題 究竟創意是什麼 OK? 當然有千奇百怪不同種類的答案 但是 如果我這個講法就是 創意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我們有個信念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 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世界 都是獨一無二 只要你能夠忠誠於那個部分 然後能夠將你的生命熱情 全然地灌注 在那個部分的那裡 它稍微在你的內在世界 滲一點點出來 流露出來在這個世界的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個創作 它本身就是 一定是 帶著無窮創意的東西 OK?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 在一個這樣的狀態下 當然你也會具備一種 就是你的小朋友 那些 就是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你在街上 是不是? 就是會怎樣呢? 那三秒鐘不夠 就大家可以 可以抱一塊 是不是? 這個就是小朋友 當然不是 就是大家是成年人 沒有可能完全去回到那種狀態 成年人 我們經常都是講 跟上節講禅宗的狀況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你說我們要變回做小孩子 那我們是不是整個白癡 賴屎賴尿 這樣 那就是做小孩子 這樣 聖經裡面的比喻所講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 如果 這個 馬太福音應該是 每一個人 如果不是先成為小孩子 他就 沒辦法進天國 那他當然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我們不要發展 不要進化 不要學習呢? 你要留意 那個說話是什麼? 是 變回做小孩子 OK? 一種是 不失赤子之心的意思 你不只是小孩子 小孩子是不會保護自己的 小孩子是需要靠成年人去保護他的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沒辦法見面兩三秒就攬頭攬頸 原因是因為我們成人世界有界線 OK? 整個社會 不是太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但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意識地去打破這些界線呢? 去變回那種狀況呢? 同時我們具備保護自己的能力 我們具備一種的覺察的智慧 OK? 不是要假裝小孩子 而是 你要向小孩子來學習 OK? 去瓦解一些 你長大成人的過程裡面 去束縛著你的東西 那些束縛不是完全沒意思的 或是有一些是有意義的 但是那就是智慧的所在 你如何令那些東西不是束縛 而是幫助你 成就你的一些助力 而不是倒轉 將你變成一個一板一眼 是的 就是僵化了 的一個 一顆螺絲釘 一個冷冰冰的機器 這樣 好了 所以第五功的發展良好的 也有一種我們叫做社交的能力 所謂的 但是這種是健康的社交能力 不是那種 就是一見面的時候 皮笑肉不笑 然後再說一些 就是說 你說完之後等於沒有說過任何東西 聽完之後也沒有聽過任何東西 Sound of Silence 就變成一句經典的歌詞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就是你純粹 發出一些聲音 然後完全沒有意義 你不是在說任何你裡面的東西 而聽的人 也好像背景聲音那樣 哦 是啊 是啊 有空吃飯 大家都在敷衍來敷衍去 不是在說一種這樣的能力 而是在說 猶如小朋友一樣 OK 為什麼一個幾歲的小朋友 兩個 三四五六個坐在一起 OK 一片刻之間就可以打成一片 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能夠發展出一種這樣的能力 所以 但是第五公法子不良好 那就會怎麼樣呢 那就反過來說了 OK 反過來說 就是你裡面的東西沒有辦法表達出來 沒有辦法表達出來 當然也會有社交障礙 很害怕的那些場景 然後就是個人很沒有創造力 沒有創造力的表現方式 其實有很多 譬如你就是一板一眼 做事很害怕錯 然後就很要跟隨一些的規矩 很要權威的肯定 很要為了一些外在的標準 而來做任何事情 就是 那個外在標準可能是一些權威 可能是一些社會主流的眼光 這樣子 又或者 在享樂方面 就是反過來說 他那種享樂 並不是一種發乎真心的喜悅 而是某一種帶有自衛傾向的沉溺行為 其實做什麼都可以是 OK 當然 他容易比較表現成為 譬如那種 就是放縱地去賭錢 放縱地去依賴藥物 放縱地去性方面的嘗試 這樣子 比較容易聯想是這些 但是其實可以是任何事情 OK 包括我們一些覺得好的事情 都可以 是的 一個人他 可以是要來逃避的 是不是 譬如一個人不停讀書讀書 是的 他不一定是好東西 他可以是很差的東西 譬如他就是他的家族告訴他 或者他的社會標準告訴他 學歷是很重要的 這樣 其實他都讀到不開心 都不喜歡的了 OK 但是他都要好像強迫性那樣 不斷要去考試 不斷地要去讀一些證書回來 他覺得這樣他自己才有價值 這樣 他是不會開心的 OK 他是不會開心的 所以其實不關做任何事情 我說過了 我在這裡 我不是要跟你做一些什麼道德教化 就是喝酒吃藥 性濫膠就不好 是的 那麼我們就有空打坐 你說這些事情 就是大哥 說出來你也會想笑 是不是 就是擺明是 擺明是 他不是完全沒有意思 你要說下去是有意思的 我今天跟中四生同學做這個 Mindfulness的時候 我也有講過一點 就是 如果你要講 就是我們為什麼做呼吸做打坐 是比起 酒精 藥物 性濫膠 比較 就是如果他有高級一點的地方的話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第一 他不用錢 OK 第二 他沒有副作用 他沒有後果 就是你打坐完之後 是不會有任何差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是不是 但是你譬如你淤酒 你過度服用藥物 那些等等 你又要錢 然後又會有一些副作用 對了 你會有依賴 有後果 他有這個分別 但是我覺得同樣都是這樣 譬如宗教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都是一些逃避的東西 這個我是切身的很強的感受 因為我成長的背景 有很多宗教徒在我的身邊 是的 所以我完全明白 就是那些東西是不是高級一點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就是有很多人在用那些東西來逃避 跟一些人去喝酒 一定要慢慢落難貴方 炒股票 其實狀況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依賴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他也不是達至油沖的喜悅 是的 而你一旦具備那個質素 其實你是做什麼都可以的 OK 其實那個東西不是太大分別 所以你 當然這個是極高的境界 但是你會明白為什麼禅宗 或者有些人說 可以酒肉穿腸過 OK 就是和尚為什麼一定不可以喝酒呢 其實是可以的 OK 你壯傳佛教或者有某些說法就是 其實去結婚生孩子也可以的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你覺得那個東西就會被他扯走了 其實是不會的 其實是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其實是說的 你具備那個國策的時候 你是任何東西的主人 沒有東西可以控制到你的 當你具備那種的質素 去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但是當然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人就會是他明明不是那個階段 他明明就是依賴 然後他就會說 酒肉都穿腸過 佛祖心中流 所以我喝酒沒什麼問題 而其實他依賴酒精嘛 行不行 有很多你們身邊也可能有 依賴藥物的人 OK 我自己也認識一些 就是 你會用一些 挺靈性的語言 去包裝那個經驗 當然我講過了 我對這些東西的態度就是 我覺得他是可以 他不一定不行 但是 但是 我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那個功力去駕馭他 OK 當你有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可以幫到你一點點的 他是可以 就是加強謀一些的 但是當你沒有那個功力的時候 就是他控制你了 Badship是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會Bad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是Bad的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是Bad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用完那些東西之後 會很害怕 OK 他裡面trigger了那種恐懼 他沒有辦法處理到 甚至乎有些會有自殺的情況 原因是因為 當然看你吃什麼 有些是真的 chemical 是會破壞你的腦 但是另外的那些 我當你是一些比較 organic一點的東西 為什麼他會有那種經驗 是因為你功力未夠 是因為你功力未夠 你又亂搞 你亂搞完之後 你又講到自己那些 就是很奇幻的經驗 他很有宗教性 幫助我們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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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說是最大惡極的 但是我會說 那種其實是一個逃避 OK 是一個逃避 其實當一個人 他真的具備那個方面 那個條件 那個能力的修行的時候 那樣東西對他來說 真的是工具 他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OK 所以其中一個標準就是 你覺得你是否在依賴 你是否那樣東西的主人 你就問問你自己 就是你不用的話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發現不行的 你擺明就是奴隸 OK 就是說你不賭錢 你會死的 你不喝咖啡 你會死的 你不拍拖 你會死的 你不吃藥 你會死的 你不做某件事 你就會死的 你就一定是那樣東西的奴隸 OK 就是說我們人 除了我們與生俱來的 就是說你不呼吸會死 你不喝水會死 你不睡覺會死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為什麼你有一些事情是不做不行的 那個不做不行 其實就是 講一件事情 你被他控制了 對了 不論那件事情是什麼 那些事情可以是好東西來的 包括 譬如有些人一定要讀書 他不讀書 就不行的 其實你也是讀書的奴隸 可以是這樣 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當然他的副作用和後果上有分別 就是你於酒濫藥的副作用和後果 以及你是讀書死的那種的後果 那個呈現方式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是的 那我不幫你去決定哪樣的後果嚴重一點 但是 作為一個逃避 和你是不自由的主體 是一樣的 OK 是一樣的 當然有某一些的方式 是主流社會會認同多一點 就是譬如你 你沉迷讀書 這樣 在某些圈子就會覺得 真的厲害 這樣 但是其實自己知道 你開心不開心你是自己知道的 你究竟 就是你 另一個指標就是 那些東西 究竟是一個隱僻 令你一種不做不行 你被他控制了一個痛苦 還是你是一種 游沖地感覺到喜悅 OK 透過那些活動 重點是 如果你那個是有游沖的喜悅的話 喜悅其實不是在那件事情那裡的 喜悅真的真的在你裡面而來的 是你由你裡面 由內而外地 由一種的激情 由一種生命的熱情 然後投放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最終那件事情的魔法 是由你賦予下去的 而換個角度說 就是當你具備這個國策的時候 你將那個能量賦予下去 任何事情都可以 其實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OK 當然 就是入路來說 就是有些 有些恩緣的 就是 你為什麼選這個 不是選別的 但是原則上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就是這樣 所以剛剛都已經說了 就是 都很深入的那個主題 就是 傳統地說它是娛樂 但是其實娛樂這兩個字 我們現在是看得很低的 是的 但是其實是說那種油沖的滿足 OK 當然啦 如果你的那個油沖的滿足 就是能夠和你的整個生命結合 就是你的事業 都是建立在那些事情上面 其實我經常都說 我在儒家那裡都說過 一個這樣的人 他是不需要娛樂的 OK 他是不需要嗜好 他是不需要消遣的 因為他在做整個所有的事情 就是他喜歡做的事情 OK 但是 現代社會未必那麼容許 所以娛樂也是一個消遣 也是其中一個的 我們去找到 連結到那些部分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代人上班 已經很不開心 那連那些部分我都要取消了 這樣很不人道的 但是那些部分 你不要把它看得那麼低 我會說 一切那些所謂很低的事情 其實他也是一個管道 OK 他也是一個管道 他幫你通到去 深入一些 去追問 其實你追求的是什麼 OK 那些是什麼 你可以去想多一些 比如你喜歡喝酒 你喜歡喝酒那種 你是喜歡什麼呢? 問多一點 OK 問多一點自己 你那個 他帶給你的是一種 怎樣的感官經驗呢? 是的 你其實在學求的是一種 怎樣的心情 怎樣的境界呢? 是的 然後你就會慢慢發現 是不是一定會透過這個方法呢? 不透過這個方法行不行的呢? 是的 我不是叫你不要做 而是你可以對自己的認識 立體一些 是的 然後你 你會變得更加自由 都是那一句 紫健文 即是全部東西都喜歡 不是很明白 你說清楚一點 你的意思 這樣吧 是的 所以指標就是 你沉溺 逃避 你其實是不享受的 你不快樂的 是的 這樣吧 是你 那麼 反過來說 對有些人來說就是做創作 OK 你是打坐這樣 是的 都可以的 即是你是很 渴望 或者你是很 在那些東西的裡面 能夠找到一種滿足的感覺 這樣 那個就是你的方法 但是同樣 當你具備那個國責的時候 你一樣是可以喝酒、吃藥、賭錢 是的 很豐富的性生活 這樣 都可以是這樣的 是的 我不是很覺得一定不行 但是 你是不是做到 再問你自己才知道 剛剛說 個個做的所有事情都喜歡 這麼說 就是 你能夠連繫到你那個生命的熱情 然後你把它灌注進去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原則上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的 但是因為人是有肉身的 是的 即是是不是真的任何一樣東西都可以呢 是的 即是你 我從來都沒有下過水 你忽然間叫我 你可以 你可以這麼喜歡跑步 你一樣可以這麼喜歡游泳 那個決定權在你的 所以我就忽然間 明天你就不要跑步了 你要一邊可以游泳 這樣 那我就完全不感覺自己享受到 這樣 那你都是強人所難 這樣 那這個有階段的 OK 那也都 所以剛才說有些因緣的組合 即是結果 為什麼你是一個喜歡跑步 而不是喜歡游泳的人呢 是有他的 一些歷史的條件 還有一些肉身的限制在那裡 的確是 是的 但是你也沒有需要這麼封閉 就是 我只是喜歡這個而已 是的 不是這個就不行了 我的挑戰就是 其實不會是這樣的 是的 他一定能通到其他東西的那裡 因為那個重點其實在你那裡 OK 有人問 可不可以享受什麼都不做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 用剛才那個說法 如果是獅子座和太陽的那個法則就是 那個 怎麼說呢 其實你可不可能真的什麼都不做的呢 可不可能的呢 其實是不可能的嘛 我經常都和大家比一個挑戰 你不要用做 什麼都不想 可以嗎 你試一下做兩秒給我看 什麼都不想 你不要兩秒兩分鐘 什麼都不想 你會發現是做不到的 OK 幾十年打坐經驗的人 都沒有辦法做得到什麼都不想 比較容易做到的就是 你覺察自己在想什麼 你覺察自己的心思意念 要真的做到無念 其實是佛的境界 所以你怎麼可能什麼都不想呢 你總有些事情在想著 你怎麼可以什麼都不做呢 OK 你要自在地什麼都不做 有沒有可能的呢 還是 你其實是在出極大的力氣 去對抗 你要做一些事情的那個學望呢 明白嗎 我覺得你的情況比較像是 你有很多應該不應該 很多標準的拉扯在那裡 你不是會想什麼都不做 當然那個所謂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們也是在做一些事情的 其實你也是在做一些事情的 你怎樣叫做什麼都不做呢 我沒有想像到什麼叫什麼都不做 OK 這樣吧 然後就是 嗯 是啊 大概就是這樣 為什麼傳統會叫男女公呢 為什麼他會和戀愛有關呢 因為一樣的 因為特別是青春期的戀愛 所以第五公的戀愛 和第七公的戀愛 和第八公的戀愛 它是有不同的 第五公講的那種戀愛 會比較接近一種青春期的戀愛 那種就是什麼意思呢 一往無距 OK 你看到我要 然後在戀愛關係的裡面 是啊 甚至乎那個不是真的雙戀來的 那個是單戀來的 可以是暗戀來的 是 然後你整個世界 就是只有那樣東西 你在那裡你就找到 你整個宇宙就可以在那裡得到滿足了 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那個人 是啊 當然你長大一點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 那個時期 那個階段 那種戀愛的感覺 其實它是多能夠代表到 是的 那個第五公的 成熟發展的一種狀況 戀愛是能夠令我們 特別是初戀 是的 或者你剛剛taste到那樣東西的感覺 就是那些 當然實際上 人人的初戀不一定發生在青春期 有些人甚至乎你有初戀 但是你的初戀 根本上就不是那一回事 OK 就是你的初戀可能是萬分雅架 你的初戀可能是發展 你五十歲前初戀 一點都不奇怪 是直至到你人生 你真的體會到過那一個 真是戀愛的感覺 OK 就是你講笑 周星馳都是初戀的感覺 初戀的夜總會那裡找 但是其實那種就是一種 這一種令人可以一種奔向 一往無懼 然後完全就在當下 那樣東西令你可以為之生而為之死 然後你與對方的感覺 互相都是這個宇宙獨一無二的人 的那一種狀態 將你的生命熱情的力給多 完全能夠灌注進去 這就是往往一種 青春期色的戀愛 我說明得很清楚 不一定發展 發生在青春期 是青春期色的戀愛 是的 它可以發生在你生命不同的階段 甚至乎初戀不是第一次都可以 你可以不斷地有這種感覺 但是有機會呢 那就變成了戀愛成人 是的 就是特別是那種 就是你可能身邊也認識這樣的人 就是他永遠的關係 沒有辦法長久 是的 他就是很喜歡那種曖曖妹妹 啊 那種的 就是跳Tango 就是你走前兩步 我就退兩步 然後我就走前回 你就退後 那種拉拉扯扯 那種妹妹 對成人世界來說 豈不是麻煩 是還是不是 OK 或者我們講得很清楚 成人世界就沒有了這一種的浪漫 沒有了這一種的糾結 全部都飽經歷練 但是青春期那種的感覺 就是在於 哎呀 是不是呢 那種的雲獻夢妖 那種的心如綠狀 那種你能夠將你的生命的力給多 那種加上賀爾蒙的作用 完完全全貫注在那樣東西裡面 戀愛是能夠給我們這種感覺的 那所以如果第五公式和戀愛有關的話 他在講的是這一種的戀愛的方式 OK 這一種戀愛的 感覺 OK 你都能夠對方感覺自己是一個 特別的人 OK 好 楊過小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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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這樣說的 都我不太反對你這個說法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好好的比喻 因為 你不講神德合女 如果不是回不了 對 那 創造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天性 其實 創造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天性 那 但是你不要想著創造 就一定要有工作 做到出來 要交到功課 要開展 對 在credit上大家讚賞你 你不要想那些事情 對 就是很簡單 最簡單地你洗個澡 吃個飯 睡個牆 睡個牆 那些事情 全部都可以做得很有創造力 對 你跟小朋友生活一下 你就會知道 雖然我跟小朋友生活的經驗都不太多 對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 一種小孩子的世界 就是 每一樣東西 它都不是routine 就是它不是一種僵化了的東西 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任何的娛樂 它當它重複單一化的時候 它就是成為了一個僵化了的東西 OK 包括戀愛也可以是 是的 它是單一化了僵化了 它是一套program 一套的模式 是的 你只是按著一個劇本 不斷重演 不斷重演 這樣 你就會覺得悶 然後你就會加大那個力度 所以喝酒要喝越來越濃的 要喝東西要喝越來越厲害的 你 你什麼東西都是 其實 賭錢的賭越來越大 它自然要有這個傾向 因為那個模式是一樣的 所以 但是 你真的有創意 有創造力的人 就是 你每天做表面上同一樣的事情 但是對當事人來說 裡面也有不同的 OK 這個就是一個境界來的 所以其實第五公說的東西是 就是一個很高的境界來的 可以是 是的 那樣東西也跟我們如何去滋潤我們的內在小孩會有關係 是的 這個可以說多一點心理學的概念 他們有一個說法就是會說 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經歷過兩個小孩的一個階段 是的 一個就是叫做我們的內在小孩 第二個就是一個我們叫適應的小孩 適應的小孩就是 你父母期望你怎樣 老師期望你怎樣 學校期望你怎樣 社會期望你怎樣 是的 你長得大 你沒有被 即是沒有被 沒有 你長得大 我們每一個人都某程度是一個適應的小孩 是的 我們都懂得玩那套遊戲 我們都知道世界對我們有什麼的期望 我們都知道怎樣討人歡喜 是的 我們都了解怎樣洋奉陰違 我們要懂得玩那套制度和規則 OK 那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某程度上做了一個適應的小孩 我們都發展了一套的能力 怎樣去應付和滿足那些事情 是的 你不滿足你就會發展了一些對抗的能力等等 那個都是 都是一個適應的小孩來的 是的 的一種的狀況 而適應的小孩呢 其實就比較難和創意沾得上邊的 因為適應就是適應的嘛 適應就是活在他人的期望下 基本上是他人的奴隸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 仍然都有一個保留了的 就是叫做內在小孩的部分 他是不願意做一個適應小孩的 是的 但是那個部分的內在小孩呢 他是最有創意的 最有好奇心的 是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就算你年紀再大也好 那個部分仍然是在 但是他也有機會受過不少的創傷 在你整個長大的裡面 你怎樣對待他 你有多聆聽他的聲音等等 那所以 如何去連繫我們的內在小孩 如何去治療他 如何去和他復和 我們叫做 其實也是在說 他如何能夠給回一種 很根本很自然的創造力 那種的 那種的好奇心 即是和人打成一片 很自在地去做自己 不需要顧慮太多 這個世界的標準 一種的 是天生的 一種的資源 我們怎樣去連繫他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做的事情 都是啦 這些 即是如果我這個課 可以實體地上 或者我們可以小班一些 即是和一些近一點的同學去做的話 其實這些 我們本身都設計了一些練習出來的 但是這些 比較難去公開這樣做的 所以我 即是有機會 都是這樣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想說 只能問 但是可以完全排斥標準 都是那句 都是那句 因為第一公到第六公 他都是在下面的 是不是 你下面發展好之後 你如何在上面的世界 彰顯出來 這個整合是要做的 我沒有說過要排斥 即是你很忠誠於那個部分之後 那你明天也是要上班的 對我來說也是這樣 但是 你上班得來 你完全是工作的奴隸 下次講第六公會會多說這些 你是工作的奴隸 還是你是工作的主人呢 就和你裡面的東西發展得有多健康有關 行不行 即是你見有些人 他就算是上班 他就算是要有一些 即是他不喜歡做的事情 有些人應付得很好的 他不是假裝的 他是真的開心的 並且可以滿有創造力的 整個人生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樣呢 那我們就會說 因為他下面那些階段發展得比較好 以至於他有能力在外面這個世界 都彰顯到那些東西出來 即不是純粹因為他有負任 或者純粹因為 就是一些什麼原因 而是他那些部分發展得比較好 他就比較有這個條件 是的 而反而來說 你第一天已經是想標準 的話 那你一早就扼殺了你裡面的資源的部分 OK 當然我們現實世界要生存 我們每一個人都 某程度上已經是一個適應的小孩了 跟剛才的說法 一定是 但是 但是 你仍然有那個意識的部分 是不是 還有你會問這個問題 你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不完全是一個適應小孩 你完全是一個適應小孩 就是 我不在這裏透露你 太多你的私人狀況 但是 我直接跟他說 你完全是一個 安於做一個適應小孩 你的痛苦就不會是這樣 明白嗎 OK 好 這個我不太知道你是誰 是不是就是追求過程的創作 而非結果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可以這樣說的 是的 歷史上也是的 真的做到偉大作品出來的人 其實 他往往 他不是為了做到這件作品出來的 是的 就是往往是這樣的 這個很老套的說法 但是 但是也是真實的 那個創作的過程 其實給那個結果是重要的 但是 但是 當你真的做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沒有結果出到來的 你隨便摸得屎 咦 真的說得粗俗一點 你隨便摸得屎 他也是結果來的 當你真的去到那個境界的話 是的 但是反過來說 你就是想我們怎麼做一些爆一點的作品 我怎麼得到更多人的 做聲音 我要劍指 這個金界的什麼什麼獎 我充滿基心計算的去柯督市 這樣 那未必不行的 當代藝術的東西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不過這些引戰的言論 不要在這裡說太多 關於當代藝術 其實我很想在書院搞一次 老師之間的大的辯論 那些東西究竟大家怎麼看呢 其實也挺有趣的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 做少宣傳和預告 這個系列應該會繼續的 起碼我下星期說六七 接著八九 接著十十一 即是十二 又九十體判 起碼還有三四個星期 即是還會多做一個月的 但是之後呢 因為九月就開貨了 我繼續用這個帳戶 我起碼會多開兩個班的 是的 起碼會多開兩個班 是的 一個就是我今年會教基督教 是的 那個是真的有修讀的同學 也真的有人要做功課的 但是呢 也開放給所有人 舊身 各方也好 你叫旁聽也好 什麼也好 時間我還沒定 但是應該會早一點 可能是九點 可能九點到十點半 這樣 那就會把基督教比較系統地 去講一講 由創世紀開始 就是整個系統神學 或者是 大家建議一下 但是我一定會講基督教這個主題 有一天會做這個 是的 另外我有一個課 都會用這個平台來做的 就是我會講公其進的電影 是的 以及個人成長 會選擇其中六套 大家自己看 我們每一次就去講一下 這個下次再預告一下 嘩 要快了 卡拉問 金星雙魚五公 是不是很愛幻想 呃 你會在你的幻想裡面 會得到一個都頗享受的滿足 然後應該會有歐琴 可以是 是的 網上舉辦這個辯論 有人理我才算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講 好 有朋友問 這些令你狂起的事情有沒有時間性 他是不是都知道 喜歡什麼就要做 還是大部分人會理性 還是等待時機 這個跟你發展成怎樣有關 是的 就是如果你的適應小孩很強 他會告訴你 就是你不可以開心的 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是不對的 你整個人都要做得很理性的 那麼那個部分就會壓抑了 但是其實他最本源的那個部分是這樣的 是沒有時間性的 他就是在這裡 當然你會有進化 是的 就是他展現的形態 就是你小時候可能玩沙 這樣就開心 但是你越大你玩沙的那個 那個玩法是可以有更加多的整合 有人問第五弓空弓 弓頭射手 弓尾摩揭 那你就要看你的木星在哪裡 不是看貨星 是看木星 是的 那麼第五弓那個元素 就會跟木星會有更多的關係 好 因為時間夠了 再有問題的就DM問 那麼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講第六、第七弓 OK 好 那麼下星期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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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